由叶委员金玲代表发言 主席 本院同仁 大家好 台联团职联盟提案 有建于中国金融业受地下金融影子银行房地产价格波动大 企业负债比例过高 地方政府财政恶化及预放比升高等问题影响 中国影子银行最大风险在于过高的杠杆倍数 在未有完备监理机之下 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将严重冲击金融体系 影子银行危机一旦引爆地方在的金融地雷将跟着连环保 台湾与中国联动性高 恐难幸免为此请深敬念 中央银行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单位 应对中国影子银行危机一旦引爆对台湾可能产生的影响